好,现在我再做一个录像 把那个Apaq和Nginx呢再做一个比较 其实这东西呢我也不太清楚 所以说今天呢我真正看了一篇这个文章 然后呢我也把这个文章呢好玩给大家读一遍 那么让大家能够了解Apaq跟Nginx的区别 我也是刚刚学完做了一些注释 然后呢我来给大家讲一遍好吧 那么其实呢Apaq我应该五六年前 在做一些网业安全啊 还有一些网业协议的时候 那么用的就是Apaq我记得我的网业安全 自己开发到了一个那个被攻击的那些环境 攻击环境基本上都是用Apaq 后面是PHP LAMP啊那个是比较那时候比较流行的啊 那个时候我就用了Apaq 这这几年啊用的都是这个这个Python Jungle Flask 现在用Apaq很少了 基本上都是用这个 UWGi然后呢前面用的Nginx 所以说呢其实我也想知道这个为什么 Apaq跟Nginx上面有什么样的区别 最近我基本上 而且负载就很基本上 Nginx没有听说Apaq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些比较 这是一个这个文章写的很不错啊 就是各方面全面的比较了这个Nginx 然后授权都是什么Apaq的什么那个授权啊 然后呢46%的Web站点都用的这个Apaq Apaq应该是一个很早的Web服务器 Nginx呢没有太多年 Nginx呢没有太多年 Nginx2004年俄罗斯人是一个俄罗斯人做的 这么一个 开始是Nginx 后来变成了Nginx 然后呢看一下首先有一点 那么Apaq呢首先它是Web服务器 它比较早 然后呢它的经典架构呢是LAMP 就是Ninx Apaq My Secure PHP 这个这个站 以前我写网站都用这个站 现在呢由了由于是将购 我基本上就用Nginx UWGI给套东西了 那么看一下Nginx呢 除了Web服务器以外 它还能做反向代理 负载均衡 邮件代理和HTTP的Catch 它 你看负载均衡主要是 Nginx Apaq 你看没有说 什么负载均衡什么说法 主要是一个Web服务器 那么如果说你做反向代理 负载均衡 反向代理负载均衡 其实就差不多东西 然后呢WebKi这块 就应该用这个Nginx 所以说呢你很明显 这是一个标准的Web服务器 那么这个既可以做Web服务器 还能做这些负载均衡的功能 OK 然后呢它们两个加在一起 然后基本上50%的Web流量 都是由它们来提供的 所以说这是两个非常主流的Web服务器 好下面呢就是一个图的一个比较 这个下面呢我就会详细的 对一个一个的进行一个介绍 这个图呢是一个概览 好吧 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从架构上来讲 架构上其实我觉得Apaq 就有点问题 这是为什么最近Nginx 整体来说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整体来说这个比较完了之后 基本上还是Nginx胜出的 Apaq还在很多方面都不如Nginx 第一个呢从基本架构上就有问题 Apaq呢是进程驱动的这种架构 那比如说呢来了一个请求 它就会有一个进程来处理这个请求 一个请求一个进程 那这个玩儿就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 如果说你请求特别多 就会起很多的进程 那是相当费资源的 也就是说呢如果说请求量特别大 那这样的话会有很多进程 会非常消耗服务器的资源 所以说呢这个Apaq的这个性能代价是很大的 如果说你的你的网站的请求量特别大 是一个高负载的网站 Apaq可能是不行的 可能有点顶不住啊 Nginx呢设计是完全不一样的 Nginx呢是事件驱动 那么你一个进程可以处理多个事件 一个进程可以处理多个请求 那么Nginx呢叫Walker 那么一个Walker呢算是一个进程 然后呢一个Walker一个进程可以处理很多请求 那也就是说呢它这种设计 那么就比较先进一些 那么它就能够付出比较小的代价 能够伺候更多的请求 所以Nginx呢是一个性能 性能非常好的这个Web服务器 如果说你要看性能 那应该说Nginx会好得多 从性能角度上来讲 所以你看啊 Nginx呢是一个轻量级的架构 它有那种更好的设计 它是基于这个事件驱动的 那么每一个进程呢可以处理多个事件和请求 但是Apaq就不是 Apaq是进程驱动的 每一个请求一个进程 所以说呢它的速度往往会比较慢 这是一个 所以从性能上面来讲呢 轻量级的Nginx呢 轻量级的Nginx呢 轻量级的Nginx会胜出一些 Nginx代码跟Apaq的代码 其实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所以说Nginx呢明显是轻量级的 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它的性能也会好一些 好 还有一个就是处理静态文件 那么Apaq呢 Apaq那么在静态文件处理上面是完全是拉跨的 Nginx在处理静态文件这方面是王者 那么至少有2.5倍的性能差距 就是在静态文件上面也是有巨大差距的 整体性能上有差距 然后静态文件处理上面也是有比较大的差距 这是一个距离的指标 那么基本上是2.5倍2倍多的这么一个差距 所以静态文件就是图片啊 CSS啊 Galascript的这些文件 那么静态文件在这方面 Nginx是王者 那么是差距很大的 所以呢 从这两个角度上来讲 就是从这个角度里能了解到 Nginx是个非常轻量级的服务器 然后呢 在基础设计上面 那么就性能比较好 然后呢 在处理静态文件上面也会比较好 处理动态内容方面呢 就是差不多 这个介绍是差不多的 但是呢 虽然说是差不多 但是设计是完全不一样的 Apa奇呢 是在服务器内部处理动态内容 这其实让我就是 其实我比较讨厌Apa奇 就是它是 比如说PHP 要跟那个 你要装Apa奇的什么PHP 然后呢 要让PHP跟Apa奇整合 我说不太好了 因为有几年了 但是我觉得 当年就是装这个东西玩的特别费劲 就是 它就是这个 处理动态内容 比如做PHP 然后呢 你需要跟Apa奇这个 比较深度的做这么一个绑定 因为呢 动态内容是在Apa奇服务器内部处理的 就是说Apa奇自己要支持 对这个动态内容的这个处理 比如说你搞一个PHP在Apa奇里面 然后用它来帮你处理动态内容 那么 但Nginx呢 完全不是这个思路 Nginx可以认为完全不管动态内容 那么 也是因为它完全不管动态内容 所以说呢 它需要你后面有一个专门处理动态内容的服务器 然后呢 这个Nginx呢 需要通过一个GI协议 比如说什么 什么什么 这个SCGI 什么FastCGI 我们那个 Jango用的是UWGI 那么有时候呢 它需要有这么一个协议 一个GI协议 反正我用的最多的是这个Jango Flask的 Python用的这个UWSGI 好 好像最近还有什么ASGI的 就是它需要有这么一个协议 然后呢 把这个协议呢 它就作为一个代理 看啊 代理 反向代理就来了 它用代理 然后呢把流量负载均衡到后面的 当然呢 如果一个服务器就不叫负载均衡了 如果多个服务器呢 那就叫负载均衡了 对吧 代理到后台的服务器上 由它来处理 你看啊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所以说呢 阿帕奇就没有什么负载均衡的这个说法 因为阿帕奇呢 他这个请求是自己就搞定了 他自己处理的 对吧 他自己支持他自己来处理 那么所以说 他不存在什么反向代理啊 什么负载均衡这个说法 但Enginex的特点就是说 他自己不管 他自己不管这个东西 他不管这个动态内容 那么也就是说呢 他需要到后台的一些其他的服务器上去处理动态内容 那么我需要通过一个协议 一个GI协议 那么什么SCGI啊 什么UWGI啊 FAST CGI啊 这些协议 他要通过这个协议把流量送到后台服务器上去处理 所以说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反向代理 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有多台服务器就出现了负载均衡 所以说呢你看啊 阿帕奇就不谈什么反向代理 阿帕奇就不谈什么负载均衡 这就是他们在设计上的区别 一个是自己要管 我自己就要装PHP 我自己来处理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不管 然后呢你们自己 我觉得Enginex这个设计会更加灵活一些 就是我不管这个事 那么反正你们自己爱管 你们自己去管去 反正你们我们通过一个GI的协议 然后我把流量送过来 你自己处理呗 我这个代理服务器你请求呗 你请求完之后给我呗 我再转给他们呗 反正这个处理的事反正我也不管 那么这样的话会让Enginex 其实能够兼容更多的应用 就是相当于阿帕奇是一个强整合 那么这是一个松散整合的 就解咬了 你可以认为Enginex完全是解咬了的 就说你们自己去处理 我只把协议反正打给你 我代理送给你们就行了 你们处理给我 反回来我再给他们就完事了 对吧 这样的话我就反向代理 这样的话我就复载冲航 所以说Enginex又反向代理 Enginex复载冲航 阿帕奇就没谈这个东西 看到了吗 性能其实是差不多的 只是说了阿帕奇他自己搞定 Enginex是送到后面的 后面的设备上去搞定 性能差不多 动态部分 静态部分你别提了 静态部分 Enginex是非常非常强大的 在操作系统支持上面 阿帕奇呢会支持的更多一些 特别是Windows能够完全支持这个阿帕奇 就是完全支持这个Windows系统 而且在Windows系统上面 性能是没有什么变化的 Enginex呢 基本上Linux呢 肯定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Windows呢就不大行了 就是性能会差很多 那有时候呢尽量不要在Windows下面 用Enginex 当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你会在这个Windows上面去跑 阿帕奇的Ninux 这个我觉得很奇怪 现在有那么好的Ninux 免费又性能好的Ninux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用Windows 我觉得很奇怪啊 所以说我不觉得这有什么样的区别 但是呢 确实阿帕奇支持的会好一些 所以说在这边的阿帕奇 会略深野愁一些 好 分布式和中心配置 这也是阿帕奇的一个奇葩东西 当年我研究阿帕奇的时候 对这个什么 点htaccessfile 这个很奇怪 就说呢 Ninux就是说 那么我在Ninux的配置里面 配所有东西 就是你访问这个链接 到底访问哪个目录 这个目录呢 你应该有什么样的权限啊 这类的这些东西 其实都有Ninux的配置文件来决定 阿帕奇很奇怪 阿帕奇它能够中心的来配置 就是说你访问哪个目录 它也能够实现分布式配置 你可以在那个访问的目录里面 去搞一个这么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里面有个特殊格式 我现在也想不下来了 这个文件有个特殊格式 然后呢 这个文件里面 你可以去设置一些 我记得好像权限呢 之类的东西 然后呢 依然可以对这个请求进行控制 有时候呢 既可以在配置里面来控制 也可以去看这个目录下面的 这个文件里面的配置 也可以进行管控 再去分布式的嘛 就是说可能有些人 他没有权限去改这个 中心的阿帕奇的配置 但是他有权限去 在这个文件 加上创建这个文件 然后呢 他对这个文件呢 做一些配置 那么依然可以对 别人对这个目录的访问 进行控制 这就是没个玩意儿 好吧 当年还研究 研究过这几天之后 我却是要忘了 所以说呢 就是阿帕奇你可以认为是更加灵活一些 就是中心可以配 然后呢也可以分布式的 在目录下面 你创建这个文件 其实也行 但是呢由于这个原因 他要去评估这个文件 所以说阿帕奇的性能 肯定是要差一些的 OK 所以说呢 如果说呢 你想让配置更加丰富一些 能够中心的 能够分布式的 能够某些人 还可以在文件上 创这个目录下面创建的文件 然后他也能做控制的话 那我觉得阿帕奇会好一些 但正常情况下 如果说你考虑速度的话 你这个破事肯定影响性能 所以说呢 你考虑速度的话 肯定Nginx会好一些 好 然后呢还有请求的翻译 就是说你来了一个请求 我怎么给你翻译到 怎么给你翻译到 这个硬盘里面的文件啊 怎么去翻译到后台的这个代理上面去啊 翻译的效率啊 这个地方是翻译的效率 阿帕奇呢由于他自己处理的 他要去 就是他是通过 然后真的是把这个请求 传递到一个文件系统的目录里面去啊 就是用一个文件系统的位置来传递请求 就是他会把这个 你的请求的转换到一个文件系统的位置 然后让你去访问文件系统里面的一个文件 但Nginx呢就是使用这个把他完全都通过URI来传递的 因为他因为阿帕奇不一样 阿帕奇是他自己都什么都搞定了 Nginx不行 Nginx是你的URI有可能是访问本地文件 也有可能是访问后台的这些服务器 所以说呢他不能把他这东西 直接给你转成这个文件系统的位置 那么因为他不一定是文件系统呢 他有可能是后台的这个那些那些web服务器的 所以他统一用UI来传递请求 而不是文件位置 OK这样的话 这种设计便于Nginx轻松的应对本地的web服务器 和后台的代理服务器 那么这种设计呢也会更加简单一些 然后呢整体来说测试的结果呢 就是Nginx转换效率 请求的转换效率会略胜一筹 真的也就算是略胜一筹 略微要强一些 但是呢他能够更好的去应对本地的web服务器 和这个后台的代理服务器都能够很好的工作 好 那么前面基本上看的都是阿帕奇的一些 略是吧 然后没有什么太多优势是吧 下面呢有一个有一个优势 但是我也不觉得是什么优势 就是阿帕奇的由于这么多年了 它以前意思就是它是web服务器 所以说呢它有很多的模块 很多的60多种官方给你提供的动态模块 功能特别多 然后呢你可以自己选择去打开和关闭 也是因为这个阿帕奇是一个相对于Nginx而言 是一个更加重量级的服务器代码是指数级的区别 就是差很多功能很多 但是呢这也说到了功能很多 但是绝大部分你不一定用得上 绝对是没有必要的 反而增加了安全隐患 而且降低了性能 这个作者都这么说 Nginx基本上就是说没有什么有模块 首先少 而且是第三方的 你往往还需要编译 一般来说需要安装需要编译 然后再加载进来才行 不像阿帕奇的就是官方提供的 你打开关闭就行了 但是这也说明一个问题 Nginx它本身就比较简单 它追求性能 追求轻量级 它只给你提供一些 你看它只是提供了最核心的 作为一个web服务的最重要的功能 它并没有牺牲它的轻量级 它并没有牺牲它的高性能 所以说呢 Less is more 就是越少的可能会越好一些 所以说Nginx就要看你怎么想了 虽然就是功能这么多 但是你大部分用不上代码会更多 性能会下降 而且会其实也会有安全隐患 这么你看阿帕奇经常暴漏洞 Nginx你看很少暴漏洞 因为Nginx基本上不干嘛 就是尽快的把事给处理完 Nginx是简单粗暴 没有太多功能 就是我把我的事忙完也就好了 对吧 阿帕奇就类建了很多功能 但是这功能不一定用得上 让代码很多性能很差 这应该是阿帕奇的一些问题 功能强反而 代码多反而是它的问题 它不够简约 不够简约 所以说因为这些原因 所以说Nginx更加保留了它的核心功能 就是该有的功能 我全部都有 多余的就没有了 你们自己要么 你自己装个第三方模块 你自己重新编译 重新把它加载进来 反而我核心功能提供了 我没有牺牲我的轻量级 我就是一个轻量级的 我没有牺牲我的高性能 我就是性能好 灵活这一块 阿帕奇就是说它的动态模块比较多 你能够更好的自定义的外博服务器 Nginx就没有什么自定义的余地了 就是基本上就是我的核心功能 那自定义的空间就不够 在这方面呢 在功能自定义方面 可能阿帕奇会更加领先一些 安全方面 安全方面很简单 就是其实大家都差不多 其实都提供一些基础的安全功能 但是呢还是那个 Nginx的代码少很多 更加轻量级 Less is more 就是更少的 那么肯定会更安全一些 我不用你提供那么多功能 我代码要少一些 我 我的bug 我的漏洞肯定会少一些 Nginx真的很难见到有什么漏洞 知识上面 这个开源社区的 你能有什么知识吗 对吧 大家都差不多 但是你要知道 Nginx有个收费版本 这是我最近这个课要讲的 就是Nginx Plus 它功能要强一些 而且它是这个商业版本 它是收费的 OK 它是 它是一个收费版本 所以说呢 它在功能上面 在这个 这个维护性上面 收钱的肯定 那 那这个 其他20小时给你服务 你有问题 你可以让他们帮你处理 对吧 这个其实 还是一句话 我经常说 收费的不一定差 不给钱的不一定好 我觉得 我还是一句话 适当收费 价格不要贵 带服务的 其实有卖点 好吧 然后呢 这是一个简单的摘要 就是 Apaq主要就是一个 Web服务器 Nginx呢 是Web服务器 反向代理 负载充器 都可以啊 然后呢 Apaq呢 是这个 基于进程来 来 来设计的 所以说呢 太多请求 可能是有点受不了的 但是Nginx呢 很多请求是没有问题的 它是一个性能非常好的Web服务器 它是基于事件驱动的 它一个进程 一个Walker能够实现 能够助理很多的请求 这是多进程的 这是事件驱动的 然后呢 Apaq呢 就是模块比较多 它功能比较多 它也会更加灵活一些 Nginx呢 模块比较少 什么东西要编译 所以功能可能会少一些 可能也没有那么灵活 但是它提供了最核心的功能 它是轻量机的 它是高效的 这个Nginx呢 是它自己不处理动态内容 Apaq呢 它自己处理动态内容 我觉得Nginx更好一些 反正我不管这个事 反正我 我就代理服务器 我让后台的处理就好了 好下面呢 它说如果说 你什么情况下呢 你会选择Apaq呢 因为比如说 你要它这个文件 这个倒霉文件 就在目录下面放这个文件 你可以让某些人 他可能不能配Apaq 但它可以配这个文件 然后呢 它一样可以做控制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功能上面 Apaq的功能确实多一些 它提供的官方部分也多一些 那如果说你觉得 Nginx功能不够 Apaq也是一个选项 什么时候选Nginx呢 那就是性能 静态文件处理 那强暴了 还有呢 就是大流量的web站点 那么也得需要用Nginx 我再补充一下 当然它说也可以放在一起 那么用Nginx来处理尽弹文件 然后呢 用Apaq呢 来处理 来处理动态数据 然后呢 提供更多的功能 这还有一种可能性 没了 这就是这个比较 整体来说呢 我觉得 Nginx还是要胜出一些 Less in all 简单的 高效的 性能强大的 Apaq呢 这个性能确实差一些 但是主要在于 它的功能 确实多一些 但是这功能呢 不一定你需要 你用得上 好吧 那么这就是这个文章 我也给大家列了 读了一遍 其实我也是自己 学习的过程 好吧 那么这个讲到这儿